今天是我们西藏执行的第七天 昨天晚上住巴素的 本来打算今天早上9点钟就从巴素出发 前往阳屋 晚上到波密 但是今天一早就听酒店的人说 阳屋那边发生了塌方 正在进行交通管制 预计要10点钟才开始通行 所以我们现在等到10点钟才出发的 前面又堵上了 堵得好远了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巴素县的吉达乡 昨天晚上11点过 在阳屋那边 就是发生了塌方 这边是在抢修 所以从巴素到阳屋这条路 这边暂时交通管制 限制通行 现在我们的车也是堵在 这个巴素县的吉达乡了 你看我的后面堵了好长一排 这条路上 看从那头 一直堵 等到那头 这条街上两边的房子 感觉都是新修的 看他们那个门都很有开 我们去那边上一阵洗手间 我们在这边等了半个小时 现在终于通车了 岛屋 就是天呐 那终于公布 那就再到迭 crust 把美国拥车 都倒下 本能 Oppo 你还能不能 terms 你一直通行吗 这么多 我还叉叉叉 现在这种双鱼交易是必会的 哇 坐得这么凶 哇 哇这个太严重了 必须要交紧然后叫拖车了 这是不能快速处理的 这车已经撞得这样怎么快速处理 那他这个西藏执行只有取消了 要把人怎么弄了 明知四日游 游了再去西藏 六日游